我的天父,我感谢他们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十二月的第一天 求你继续保守我的心思意念 不偏离圣经的教导 也求你继续带领我紧紧跟随你的脚步 主耶稣也求你保守看顾 弟兄姐妹与家人的身体健康 也一致有感冒生病的家人朋友们 主耶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求求你来保守看顾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母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妹 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圣经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 还有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我们的周报的第六页 我们一起来读题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典经过 他们的门徒二了 就掐起麦穗来之 法利塞人看见就对耶稣说 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 基上记得大会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上帝的店 吃了神赦饼 赦饼不是他和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 唯独记事才可以吃 在这预法上所记得当安息日 即是在店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面更大 我喜爱也先不喜爱即是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将不罪的方说有罪的了 因为人只是安息的 好再来三十八节到十十二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父子我们愿意写个神机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 你为了邪恶淫乱的时代 求你神机 除了先知冤纳神机以外 再也没有神机给他们看 冤纳神机本身也在旁边 他与祖宗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 明明为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 因为明为人听了约纳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纳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 因为他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 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阿们愿神的话指教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现在请小语牧师来为我们正道 第一种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前面有一些圣诞节的摆设 我们没有像很多的教会 有摆设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像牧师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蜡烛 有五个叫大字的蜡烛 那通常我们会用紫色或者红色 在待降节的时候 那待降节就是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 那今年是从12月1号就是这个主日开始 然后我们点这四个 在开始今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蜡烛 我们先点其中的一个蜡烛 那今天所点的这个蜡烛 在这一周的讯息 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在这边 我们期待和希望耶稣基督的在领 在领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第1周的时候 我们所点的这个蜡烛 就是期待和希望 我们警醒等待耶稣的带领 求祂再一次 救恩临在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今天 牧师所用的讲题 也就是满心期待的那一位 满心期待的那一位 那 待降节 待降节的话 其实并不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就告诉每一个人说 我要升天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们在第1个礼拜做什么 第2个礼拜做什么 第3个礼拜做什么 那 带降节呢 在开始的时候是在主后340年 就是大概是西元第4季的后面 那基督徒他本来在灵修祷告的时候 那常常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 也禁食祷告多少天 40天 所以有的基督徒呢 他也是在 祷告禁食的时候 他也常常做这40天的操练 那这个本来是圣经里面 但是40天的操练 对一般的人来讲是怎么样 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我们知道人都有什么 惑性 所以在 在主耶稣过世之后 门徒将这个禁食祷告的传统 跟大家讲的以后呢 到我刚刚说 在那个第4世纪 差不多开始有带降节 然后呢 有的人就开始到第7世纪 就是再过300年 他们就把这个禁食的日期 就跟带降节做一个结合 所以有些人就在带降节的时候 开始禁食祷告 那这时候禁食祷告剩几天 28天 就禁食到耶稣在灵的时候 所以这段时间 往往是基督徒在 遂守到年终 年终的时候 灵修悔改等候预备 灵修悔改等候预备 主在灵的一个时节 好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 将自己再一次献在主前 将自己再一次成为礼物 来献给主耶稣基督 好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大概是 带降节的一个开始 但是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问 一件事情 现在在包含我们的教会 或台湾或很多的教会 像现在教会 教会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代降 可是你们大概在新北市 在一些百货公司 都已经去打卡拍照了 为什么 那个圣诞 那个圣诞树 都已经哇一年比一年高 一年比一年大 大概就已经 在那边 可是他们你们去看 会看到两件事 有的他不是说圣诞树 有的说什么 耶诞树 有的在台湾 他是叫耶诞树 所以这就讲到一个问题 请问耶稣姓什么 那像我们这样 耶稣有的说姓耶 为什么上帝叫耶和华 因为他们都姓耶 一个叫耶和华 一个叫耶稣 这个就是在台湾 因为基督教 他不是主流 所以会被这样 所以有的说 不要说圣诞 因为还有什么 千秋圣诞 还有什么 那个妈祖 他圣诞 所以在台湾 他们不希望把圣诞 这个圣 被基督教 来独占 所以他们不说叫耶诞节 所以我们就看到 第一个 在台湾 我们说圣诞节 耶诞节的时候 其实不是所有台湾的人 是在满心期待 那一位 今天我们要讲的 那一位在来临 那第二个 你会看到 为什么圣诞树 要摆出来 为什么要好像 普世欢腾 大家在一起 庆祝圣诞节 为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要赚你的钱 哇 打卡 吃大餐 哇 圣诞节 然后美国引进来的 你看 既然 现在无缘佛剑 从美国可以引进来 黑色星期五 知道什么是黑色星期五吗 就是赶湾节的前后 然后有一些的 因为他们习惯送 礼物 好像我们的过年一样 所以在黑色星期五 很多东西都有折扣 既然他们会从外国 引进黑色星期五 但是他们怎么 不从外国 引进这个好的 对生命永生盼望的呢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一个 主要的 主要的一个意涵就是说 他们要的 就是这种商业的行为 他们并不是真的 期待 这个节日 原来的意义 就是那一位的降生 那一位的降生 所以呢 教会所不一样的 那牧师就要跟大家讲 也是算一个我们教会的见证 我们都知道每一年 我们都会去各社区 那 我们附近有个社区叫利保金典 我们也延续五年 大概都有那边办圣诞 就是主持圣诞晚会 但是去年比较不一样 去年比较不一样是什么呢 这个不一样是比较 不OK的不一样 以往呢 我们第一年第二年去以后 他们就觉得 好很好 所以他们就 交给我们教会来办 但是去年的时候 他们换了一个主任 有一些主委 他们想要跟那个 住户 好像大家多一点互动 结果就把我们 就跟他们协调 然后一下有他们活动 一下有我们活动 弄一弄 结果去年拖了很长 然后今年跟我们接洽的时候 他们住户普遍的反应是 可不可以恢复往年一样 往年一样就由教会来主导 从前面呢 我们可能跟他们互动 然后圣诞戏剧 还有一些的歌曲 到时候平安夜之后 他们有社区的活动 他们另外 才做活动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是见证 因为在 礼拜五 在跟他们的委员 他们的主任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是讲 哇真的 如果教会来做圣诞节 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的温气 那一份的平安 所以我想 这是教会 在圣诞节跟这个世界 跟这个外面有很多不一样的 有很多不一样的 所以圣诞节的由来 刚刚不是讲的 我们就要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到底我们 有没有去想到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愿意等待 而且希望这一位的来历 好 所以这里有 这个比较 这个应该是四个 好 这个泡会的比较下面 我们可以看众报的第六页 应该有四个屏幕 所以这时候我要 牧师要你们 想起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期待的那一位 我们说那一位将要来临的 那一位 就我们所说的 耶稣为爱相生 你有期待的那一位 当你说到耶稣 我期待你将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想 你期待的耶稣 要有什么条件 在以前 犹太人他们希望 他是彌赛养的 他是能够带他们打仗 可以让他胜过 罗马帝国 让他恢复以前 大魏王朝 所罗门王朝的荣耀 他们要看到那个 让罗西把红海分开 要看到在迦南地 争战能够赢的那一位 尼赛亚 这个是那时候 以色列百姓 他们所期待的 好 但是 第二个要问的是 你知道 圣经所说的那一位 为你做什么 就是说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哇 原来是那一位 我期待是这个样子 好 那好像我们在 圣诞节的时候 要一个圣诞礼物 你跟爸爸妈妈说 我期待这样的 圣诞礼物 可是圣经把那一位 能够做的事情 他已经讲了 就是为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 被定在十字架 是一个屈辱的记号 在世上被嘲笑的 但因为他负责代价 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 好 所以这是圣经所记载的 那一位 舍弃天上荣荣 那个宝座 来到这里 所以 再想想你的期待 和这一位 圣经所说的这一位 要做的事情 现在有没有落差了 好 那如果听不懂 这里有些年轻的 朋友 那我再换一个方式 例如有一天 旅月牧师 有一个女孩子 觉得不错 想要介绍给你 不过月春节放心 我是说 旅月二十五岁以后 有一个介绍给你 好 然后那个 旅月可能说 好那牧师 我要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然后我就想说 可是牧师跟你讲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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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旅月可能 想一想说 好 牧师这个好 不然他说 牧师好 谢谢再联络 所以现在我必须 在今天 在淡相节的时候 要大家来思考一件事 你对这一位神 你可能有很多的期待 很多的想象 很多的想法 但牧师实际 在这里很 很认真的告诉你 圣经所记载的 那一个神 他就是愿意为了你的罪 其他的都 其他的给你的什么 你一物都先不管 他愿意为你的罪 定在四字架上 他关心你的灵魂 他关心你的生活 而他更关心的是 你有没有办法进入永恒的当中 所以在这时候 你必须要去看一看 你的期待 你期待这生命的救助 这一位 和圣经所记来的这一位 他你心里所期待的有落差吗 最后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要自己再问自己 你究竟有没有期待这一位的来临 这一位的来临 他会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你有没有期待 他来改变你的生命 要来的这一位 他要带你走 他意的道路 你有没有期待 要走那一条意的道路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说严肃吗 也很严肃的问题 因为这是人生大事 这是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指引 好 如果你不知道那一位是谁 我们从今天的圣 圣经的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位呢 他比圣殿还要大 在我们的经文的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周报第六页 有圣经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六节就好 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但我告诉你 我们看第二道法 但我告诉你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好所以他讲的这一位 比殿更大 耶稣回答他们说 在这里有一位比殿更大 就是说我告诉你 我比你们所 拜的圣殿 还要大 好然后在这里接着下来 我喜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 不罪的当初有罪了 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好当他说 我跟你讲 我比圣殿还大 我怕你听不清楚 所以这时候 我解释给你听 我解释给你听 所以第一个耶稣告诉他说 你不要落入教条 律法 而忘记信仰的本质 的核心 就是爱 就是爱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第七节的时候 他说我比圣殿还要大 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圣殿的当中 圣殿的当中 如果没有神 没有神在里面 这个殿 不算什么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周报的第五页 那个我们奉献的地方 有看到一件事 就是那个 白口奉献下面 有写一个 小租夫嘛 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二元 好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 去年 这一个 弟兄 甚至于你说他 他太太是基督徒 但是他就是 对教会的事情 他不见得 能够去赞同 然后他太太所处的教会 在去年到今年 都在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们要 重新 把他们的教会 他们的教室很兴旺 那他们的教会要重新来干 要募款 要弟兄姊妹来捐款 好 那在桃园 一个几百人的教会 大概需要 教会要重建 要重弄 大概金费需要多少 多少 大概一亿五千万 大概一亿五千万 但是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就是 听他太太这样讲 就是很 他们现在在另外一间教会 没有在原来的那间教会 但他先生就没有任何的感动 但是这个太太 他有跟 我们有做一些 教会的社区的事工 然后他的先生 就觉得说 在我们的 教会里面 我们是 可以接触更多 需要的人 所以他的先生 在这个当中 他就是 认同 所以他 愿意把今天 把自己 每天 放的零钱 那我在整理的时候 那个小猪在杀 小猪的时候 他本来是把 全部的零钱 都放在小猪里面 可是我在杀 小猪的时候 因为我有缩时 露营 希望给他们看 然后这样算 里面也有 五张一千块的 那五张一千块的是零钱吗 不是零钱 除非他 那天拿出来是 整叠的十万块 都没有 没有解开的 所以这 剩一张 不是 所以他就是 有心 愿意 做这样的事情 好 所以回到这里 第一个 不要落入教条律法 而忘了信仰的本质 与核心 就是说 牧师如果这间教会 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他必须容量更多的人 他可能需要 一亿五千万 真的要盖那个教会 那 牧师认为说 这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 如果我们的教会 在这边 上帝也继续的 带领我们往前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永远不可能 花一亿五千万来盖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光比国小 离我们很近 然后我们跟他 非常的熟悉 你想一想 他可以做四百个人 如果我们早上有两堂礼拜 四百个人加四百个人 八百个人 那我们一次跟他租场地 其实三千到五千 我们算多一点 我们算六千块 一年五十二个礼拜 请问多少钱 三十万 我们租十年 需要多少钱 三百万 当然三百万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根本 不用花那么多钱 我们可以把这些钱 做在更要做的事情身上 所以在台湾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 有时候我们要去 看 就算在顾会区我不建议 或者在地价非常高的地方 我不建议这么做 可是在乡下 可能没有个适合聚会的地方 或者他的成本很便宜 我觉得是OK 不然以前 我在某一间教会 比较繁衡的教会 他们在重新建筑的时候 他们的经费 就是在某一个 某一个 金额的里面 但是他们就盖了那个 楼层之后 最后他们决定一件事 他们其实就是跟我们透天的一样 但是他们后来他们觉得正面 他们还要盖一个就是 砖墙就好 但是要有一个 尖尖的像教会这样 然后他们有说那高度要过高 最后有一个 为什么要那么高 因为不能比我们 那个看过去 那里有一间庙 不能比他的高度还要低 所以牧师在这里 会讲的一件事就是说 在这里他们的本意或许就认为说 这是神的神殿 不能让人家看了有 低下 低落 或者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今天在圣经里面 这些法利赛人给耶稣的挑战 就是说 现在是安息日 你怎么可以救人 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耶稣第一个告诉他的事情就是 我比这个圣殿还大 我的心意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这个圣殿里面 所有的教条 比我本身还重要 所以第一个 耶稣就告诉他们 你不要落入教条 律法 而忘了信仰的本质和核心 就是爱 那第二个 耶稣就马上用了 旧约的 那个经文告诉他们 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知道旧约 那耶稣告诉他们的经文就是说 经常记得说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 就不将 无罪的当作有罪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的 一件事就是说 与其 你们弄了那么多的东西 来到我的面前 当作礼物 要得到我的 欢喜 包含你们的赞美 包含你们的诗歌 包含你们所有做的一切的仪式 我要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周遭 那些孤儿 那些孤儿 那些寡妇 你们有照顾他了吗 你们有照顾他了吗 所以在这里 耶稣告诉他们 我喜爱的是怜悯 我喜爱连续 而不是这些的祭祀 好 那第三个 耶稣告诉他们什么 不要忘记 礼拜的忠心是那一位 所以第三个 他第八节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英国有一个教会 他的教会 例如说我们要上来好了 要进来 以前墙壁上 有放着一首诗 这首诗 他提醒我们要到 圣殿里面的教宿 他说 这首诗是这样讲 他翻译过来 他说 没有人能够进到一个房间 而不理会房间的主人 这是神的殿 神在这里 祷告吧 向那位爱你的主 他欢迎你来到这里 感谢吧 在多年以前 为了荣耀他 而建持圣殿的人 喜乐吧 为他所示的艺术 和音乐的建筑 和记忆的美 以及恩赐 喜乐吧 敬拜吧 在这里 那独一的神 那众生的父 那奉我耶稣基督 那救我的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正在这里 好 所以在这里 当耶稣在第八节说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 他在挑战这些法律赛人 挑战我们一件事情 当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来到圣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刚刚其实每一句开头 都有一个词 都是动词 第一个叫祷告吧 来到这里你有祷告吗 第二个你有感谢吗 感谢吧 第三个喜乐吧 第四个敬拜吧 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是我们现在主日的主 所以在这里 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祷告 我们有没有感谢 我们有没有喜乐 我们有没有敬拜 所以呢 耶稣说 我是安息日的主 我比这个殿还要大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要知道说 当我们期待的那一位 比我们现在在这殿 看到的所有切 还要大 好 那第二个 这一位 比约拿更大 好约拿在旧约 就是那个被大金鱼 吞进去的人 他吞进去以后呢 结果因为他不要去那个 林立围城去传福音嘛 那上帝改变 他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 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 三十八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但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妇 杜妇中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的在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 林林为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林林为人 听了约拿所传道的 就悔改了 看啊 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 好 他讲 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 那时候法利赛人 他要求在当场 耶稣好像做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相信 你就是 那一位 耶稣有没有能力做 有 他要不要做 他不要做 为什么他不要做 因为 他不需要 这样做 才 才证明他的能力 他不需要这样做 才证明 他的能力 假设好了 如果我们当周 有人 就说 都还不错 我对于说 工作啦 各方面都还不错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他说 爸爸 你可不可以买一个遥控汽车给我 假设六百块 然后你就觉得说 遥控汽车也 他有钱都玩具了 现在也不是特别 为什么要买给你 只有你的孩子讲一句话 爸爸 你没有买给我代表你很糗 我相信你没有钱 所以你没有办法买一个 那个遥控汽车给我 请问一下 你需要真的花六百块 跟小孩子 你看 谁说我没有钱 你要六百块 我还在买一个 一千块的 那个遥控汽车给你 我说假设是这个样子 所以 在这里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跟耶稣说的请求是一个 其实是对耶稣来讲是一个很好笑的请求 所以耶稣就从他们的历史当中拉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约纳 约纳的故事呢 有两个 就是说以他们来讲是一个大神迹 他们把鱼抓起来 杀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在鱼的胃里面会看到有一些残存的怎么样 所以他们根本不能想像 事实上 也不认为有人能够在鱼的肚子里面待上三天三夜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圣经的人 我们有看过的那个童话故事 就是小木偶 有没有被鲸鱼吃掉了 那为什么小木偶 那个还可以出来呢 科学的解释 因为他木头做的还没有被腐蚀掉 讲好像这样讲 可是在这里 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大神迹的里面 你们都知道对不对 而且神这样成就了对不对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耶稣后面讲的大概有两 有两个我们要来注意的 第一个 就是说 你们这些 现在要求神经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就算你们看了 约拿的这个神经呢 你们 你们 事实一件 当审判的时候 宁宁 约拿所传的就 悔改了 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可以 再向这个世代应对 就是他们悔改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们 就算 约拿的 这一个神经 这时候就让你们看到 你们这群人 也是不会悔改 也是不会悔改 好所以在这里 所讲的 就是 他 耶稣要告诉他们就说 你们不要 只有 求神经 好 那我们知道 耶稣所行的神经的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神经 就是他看到 拉撒路死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 我们 期盼着 就说 我们有一天 耶稣带领的时候 可以纪念我们 在审判台前 把我们 经过审判台 接我们到乐园 但是有一个人 就是 拉撒路 耶稣医治他的时候 并没有跟拉撒路说 你可以活到 活到 天荒地老 活到乐园 拉撒路他必须重新 再经历一次的死亡 再经历一次的死亡 所以不要求神经 事上你所看到的 你的病得医治 那 耶稣都不要求神经的 意思说 不要把神经当作是 目的 最终 最终的目的 因为你求病得医治 你求多少的财富 到有一天你的生命离开的时候 这些的神经 眼睛看得到的 全部都要 随风而去 所以 你要求的 就是 这一位 带来最大的礼物 就是他让你 现世生命的改变 和永生的盼望 在神经里面 另外一个对照的人物就是 撒该 撒该有没有 在树上 然后耶稣跟他说 今天救恩要临到你家了 然后撒该 他的生命 有的人改变很慢 他随即就改变了 以前我有向谁 被讹诈 等我还他四倍 然后 我现在要把我的财产 多少都分给 需要的人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最大的 耶稣跟他们讲的 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人 比你们知道 这个约拿 这个先知 他能够 经历着这个神医还要大的 就是我 就是我 好 所以这一位呢 他不单单会给我们生命中的礼物 他更会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和更新 好 那第三个 这一位比 索罗门更大 好 圣经第42节 12章42节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立即而来 要听索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 这里有一个人 比索罗门更大 这是耶稣 所说的三个更大 我比这个圣殿更大 我比你们所 以前所说的 伟大的先知 还要大 如果你们要讲君王 我也比你们 看到的这个大位 索罗门这个君王 我还要伟大 好 所以在这个当中 耶稣他自己向他这些的文士 这些的法利塞人说 自己来揭露了自己 究竟是怎么样的 一个本质 好 所以在第3个 他比 索罗门还要大的时候 第1个就是 索罗门 他跟 我们知道 索罗门跟上帝求什么 求智慧 求智慧 你不能给别人 你没有的 所以当他 跟上帝求智慧 我们就知道 这个史上被认为 最有智慧的 这个王 他的智慧是从神 求来的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比索罗门 还要大 讲的就是 我比索罗门 还要聪明 好 我比索罗门 还要聪明 那刚刚 讲的南方的女王 如果你从 列王记 10章 1到13节 你就可以看到 那就是 四八的女王 好 就里面有讲一个 四八的女王 他带着 金银的礼物 来到索罗门的面前 干嘛 求智慧喔 索罗门的智慧是求来的 然后这个女王千里迢迢 就是 四八就是现在 大概伊索比亚的地方 好 所以 在这个当中 耶稣跟他们说 跟他们说 我 比 这个索罗门王 更有智慧 所以这是 第1个 然后第2个 那一位 就是耶稣的智慧 在审判的时候 要来显明 所有的事情 虽然牧师有讲过 一个闹口令 有时候我们 做上帝不喜欢的 事情 我们都 以为 上帝 我们都以为 我们能够 骗过上帝 但其实是 我们在骗 我们自己 说我们可以 骗过上帝 听得同吗 我在讲一次 像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认为上帝不会知道的时候 好 我们的 想法是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骗过上帝 但实际是 我们 以为 我们以为 我们能够骗过上帝 但其实 我们是在骗我们 说 我们可以骗过上帝 听得懂 听得懂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审判那日的时候 没有人 可以在审判台前 被隐藏 被没有看到 所有的一切都会显现 那时候 三羊跟绵羊 都要分开 所以这一位 耶稣的智慧 在审判之日 日的时候 会显明 所有的事情 好 那第三个 这一位耶稣 他也会赐下智慧的心 那智慧的心 会让我们 顺服教导 聆听话语 跟 跟随 脚步 好 那在这里 很很重要的就是说 在诗篇 诗人所求说 神啊 求你给我智慧的心 好 叫我怎么样 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 数算自己的年岁 在 星期五 我跟 那个 父女小组 在聚会的时候 有讲到一个叫 陈思凡 牧师 那 陈思凡 牧师呢 他在家里面包含他对 孩子的信仰宗教的教育 等等 然后每天怎么样在信仰里面 来过生活的时候 有时候教会的会有或有一些的人 看了这个样子 他就会说 哎呀 这个牧师 这样过头了啦 啊那个 你们这样 好像在这个世界 怎么花那么多的心 在这个里面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然后他说 我觉得 你为了 这个 之后的 就是说信仰的这些事情 实在是 花费 太超过了 不管是时间 不管各方面 太超过了 可是这个牧师他会反过来 他也跟大家说 是你们超过 还是我超过 好 他的讲法是这样 牧师的想法是说 我在为永恒的事 永恒的事 我们一个人如果可以活久一点 一百岁 请问一百年跟永恒 比较起来 他的比例是 占几着自己 如果这是永恒 那一百大概算多少 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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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概 跟灰尘一样 永恒跟永恒比较起来 一百很少 好 所以他 他说 牧师就跟他讲 我在为永恒的事情 我花了那么多心思 那么多的意念 我的生活 我的心思 我们 想要进入永恒的当中 所以我们教 我们跟随耶稣的教导 我们这样做 我在为我的永恒做预备 我这几十年来 我未进入永恒做预备 但是他说 你们更过分 你们在这几十年来的生命的当中 你们在为 那可能是人生最后的十年 他说人生最后的十年 现在我们可以说二十年 只有你退休生活以后的二十年 你可能有很多的打算退休的计划 但是你一辈子 就在为那最后的五年和十年 在做预备 然后之后呢 之后呢 没有了 之后呢 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 他说 这样看来 是你们过分 还是我过分 所以所看中的事情 是要让他随风而去的 还是真的能够存在永恒的当中 好 所以这一位 他将要赤下智慧的心 让我们 就像马可福音一章十三节说 天国尽了 当悔改 信福音 那这个福音 就是让我们有智慧 有智慧 我们就会做这三 下面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顺服教导 什么叫顺服教导 顺服教导有一个很重要 耶稣的教导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他是在把我们 从世上的果 重新带回天上的果 所以他在调整我们的生命 他一定会很多的价值观 是里面来说OK的 但他刚刚告诉你不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 好 那你听话语 就是他会每天透过 我们愿意读他的话语 愿意祷告 而跟我们常常的说话 好 然后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受教顺服的心 愿意被他教导以后 我们也听他的话语 通过祷告 明白他心意的时候 第三个 我们就会 自然而然 好 请注意哦 我不是说我们当基督徒之后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 跟随脚步 我前面讲了两件事 第一个 我们愿意有这个受教的心 知道他要来调整我们的生命 第二个 我们愿意读经 祷告 明白他的心意 这两件事情 做到以后 自然而然 我们会跟随他的脚步 好 换一句话说 小孩子出生 他会不会自然而然的长大 不会 但是如果你有为他吃东西 你有教他一些的行动 一些的行为 一些的规矩以后 他自然而然在有养他 有育他 我们都讲育嘛 有养他 有育他之后 他自然而然就会长大成人 所以基督徒 当我们没有自然而然 跟随脚步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 是我们的心没有顺服 还是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没有赌经神的话律 好 那最后结论的部分 在周报第八页 在这个重要的代将节 圣诞节的前夕 我们要用一个敬虔的心 最后有敬虔的心 谦卑反省 过去一整年 牧师才会用一句话 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就是神的恩典 很多的人没有神的恩典 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坐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 我们要用虔诚的心 谦卑反省 然后呢 常常我们生命中 这些每一天 都需要认罪来悔改 看我们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以感恩的心来沉湿 来期待那一位 赐下看望的主 能够再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好 我们统心来祷告 我们来负责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代降节的第一天 让我们透过 这个或许不是传统代降节的经文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 我们来看到 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否真的期待 和希望主耶稣的降临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比圣殿还大 让我们知道 祂就是爱的源头 让我们知道 祂比约纳还大 让我们的生命 不只求神迹的统战 而是看到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知道 耶稣比所罗门还要大 让我们所求的 不是那个过往 永远就会过去的事情 而是让我们能够求 祂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跟随祂的脚步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个耶稣基督为爱降生的季节 能够常常来看 祂在我们心里的 或许有的是违响或者大的声音 但是让我们就在此时此刻 明白祂的心意 能够更加的体贴 并且得到祂的喜悦 谢谢祢 祷告同耶稣基督圣明 祷告同耶稣基督圣明 祷告同耶稣基督圣明